和其他年轻人一样,偶像也热衷于电子游戏,甚至很多人成了真正的游戏玩家。 趁着空闲时间,魏在直播间与粉丝打游戏互动,魏在游戏中的人设迅速成为了被关注的焦点。 粉丝们决定保护魏到最后,凡是靠近的人都要消失。 粉丝们联手微微夺冠,清扫障碍,刚刚到达终点线的粉丝们都在默默地等待着,把胜利机会让给魏。 直秀也是偶像界的游戏玩家,直秀玩过很多游戏,其中冒险岛是最受欢迎的,直秀还被指定为品牌大使,这可能是最成功的摇摆游戏。 在一段幕后视频中,粉丝们发现,直秀正沉浸在一款名为《乞丐生活2》的游戏中。 这一发现,Rumblings又哭又笑,很多人开玩笑说,可能直秀过着奢侈的生活,所以他想尝试一下贫穷的感觉。 Lisa和直秀一样热衷游戏,在颁奖典礼的后台,Lisa和Van的成员一起玩电脑, 由于太投入,她忘记了自己的形象,Lisa男人味的拉椅子动作,因得粉丝蓬富大笑。 在Somi拜访The Black Label期间,Lisa表达了她对生活模拟游戏的兴趣,她兴奋的与Tidy和Somi炫耀,自己用15000个铃铛钓倒了一条鱼。